立體一點 一條一條我們就開始了 一條一條我們就開始了 一條一條一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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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在這塊基地裡面 旁邊都是商業區 還有我們的山館 那這個部分 假如我們能夠用不一樣的 平車場的話 其實可以整個 把我們原來的建設 跟現在的串聯繩 平車場不是只有平車 你們看到的立體平車場 其實它就是一個很硬的東西 雅瑟它BO層可以像這樣的一個創意式 上面是有餐廳跟咖啡廳 它就是一個我們在湖尾 非常重要的一個Mall 那可以跟山館結合 它會變成一個生活機能的東西 用BOC 它可以引進民間的資金 它可以用專業有效的管理 這個平車空間 它也可以引進我們一些商業活動 民間的投資金的 至少是在五六億以上 就是每瓶以四到五萬的一個興建成本 已經思考很久 那 那 那業務單位的話 因為他們有一些必要的程序要求 第一個要先走肯定性評估 第二個的話要開始走都市計畫變更 那我們現在的話為了趕時程 所以都市計畫變更 在走的時候 從此也走VOG的招商 一般來講的話可能會租氣變更完成以後才走VOG 那我們再不往這個方向走 我們這個滾動再走 那湖尾的話 全瓶車廠這個大家都知道 那因為舊的城市的話 也需要一些新的面貌 同時的話 讓一個城市裡有新的有舊的 大家可以去享受那種新的感覺 還有舊的成都的那種古典 那湖尾的話如果這個墓建造完成以後的話 那麼舊的商圈它就是代表 古的城市的一些老的經濟活動 未來的營運 營運這個廠商的話 我們也會看它未來來講的話 它如果取得這個VOG的權利 它內部的營運 還有它加入什麼樣的元素 這我們會再仔細給它採 希望帶給湖尾 還有帶給全營運線的話 一個新的 一個新的 一個好的一個 一個墓的地方 每一個禮拜的進駐的數量 差不多一萬多人士左右 所以欠我們這個停車場的位置 很多各界溫空間的活動性 提供也很需要 所以我們可以透過這個 差不多七分地左右 地下跟地面 這樣總共增加起來 就有一萬五千平這麼多 當時內裏還有一萬空間 同時又有增加這個停車的數量 差不多十個以上 對經過的交通總控 跟油客來提供的方便性 再來這裡七頭的慢火 舒服的一個空間性 其實移工的非常大的服務性效果 所以這個VOG的案子 我們也非常期待 這期待很久了 因為有風味的地標 應該來鎖存 哎呀 算了